为了让妇女姐妹们在忙碌生活当中 能够暂时放下压力 真善美协会经常举办首座体验课程 之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行了 婿女口筋包的制作 让参加的民众用双手创造出 自我共学的幸福感 一阵一线缝制完成的口筋包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个会员都十分有成就感 真善美协会举办好想学文创活动 希望让姐妹们能够暂时放下压力 用双手创造自我共学的幸福感 理事长陈慧琴表示 这次演习目的需要推广手工艺能创新 在保有传统皮包文化设计基础下 注入创新的款式和颜色性元素 也把新思维文创工艺 融入在侍女口筋包的制作当中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今天我们特别为姐妹 就是办了一场口筋包的活动 这个口筋包实际上 其实也在推动我们花莲县的一个软实力 因为花莲是观光力县 但是如果说要搭配观光的话 除了餐饮之外 我觉得文创的产品是可以属于我们花莲的 我们花莲人才记忌 那我们曾善美就是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文创活动 让姐妹她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口筋包 还有呢就推广文创的一些软实力 让姐妹她们也可以从事这一个 这次活动吸引了很多会员报名参加 现场可以看到各个年龄层 男女老少都全神贯注投入创作 老师也仔细的说明口筋包制作方法 一针一线不可马虎错乱 大家一边开怀分享创作 也一边畅谈生活经验 欢喜深 此起彼弱 创新手工艺的学习气氛 这里会接下来报道